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第十六章 历代至上第十六章总共有四十三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约贵在大卫城中被安置后的情况 我们将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约贵被安置在耶和华临时的帐户内 大卫献番祭和平安祭 第二段是七节到三十六节 大卫初次见亚萨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称颂耶和华 第三段是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 大卫分派立位人在神的面前服侍 我们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一节到三节 圣经这样说 众人将神的约贵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墓里 就在神面前献番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番祭和平安祭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昨天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提到 大卫按照神的规矩 也就是运送约贵的条例 将神的约贵平安的运送进大卫城 在整个的过程中 神赐恩赐福 王和百姓也欢欣鼓舞 本章就交代了 大卫将约贵运送进 耶路撒冷以后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节到第六节 约贵被安置在临时的账目内 大卫献番祭和平安祭 在昨天也就是15章的经文中 第27节特别提到 大卫和台约贵的立位人 并歌唱人的首领 基拿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 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我们说过了 这就是明明指着 神给大卫的殊荣 神在给了他君王和先知的职份之外 又增加了一个职份 就是祭司 但是我们同时也特别提到 大卫在平时并不滥用君王以外的职份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 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是大卫按照神给他的特别职份 做了只有祭司才做的事 经文中说 当众人将神的约贵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 就在神面前献番祭和平安祭 这里的经文还有点含糊 显示献祭的不见得非得是大卫 但是第二节就非常的清楚了 大卫献完了番祭和平安祭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在立位祭当中 我们明明的知道 献祭乃是祭司的份 尤其是给民祝福 这都是亚伦的子孙当尽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也是他们的特权 甚至就连普通的立位人都无分于这样的服事形态 我们过去在讲五祭的时候 曾经提过 番祭乃是神最喜悦的祭 是五祭之首 他表明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既被献上 就得蒙了神的喜悦 所以番祭生献上 突出所表明的就是献祭者 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 从神得悦纳的成分 乃是 是多过于神向他们赦罪的成分 这里没有再提赎罪祭 因为我们相信 在第十五章二十六节所献上的 那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 就有着献赎罪祭的味道 约贵既然已经平安的进入到 大卫为神的约贵所搭的账目内 大卫于是所献的祭 就主要表明在 向神感恩赞美 遵措称谢 因为伟大以色列的神 佩得一切的荣耀 献祭的高潮 也同时是民众 最能感受到神的爱和恩典的 就是在平安祭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因为还记得吗 我们过去曾经提过 平安祭特别表明 借着祭生 神和人的关系得以被建立和恢复 所以献平安祭的人 就会享受 从神的约中 所带来的喜乐 平安和与神 及与人的团契 这团契形式的表现 就是在神的面前 又吃又喝 所以经文中说 当大卫 就像亚伦的子孙那样 为百姓祝福以后 以色列民 无论男女 就分到 一个饼 一块肉 和一个葡萄饼 如果是那么多的 以色列民的话 可想而知 那一天 供应给百姓的食物 该有多少 这都体现出神恩典的浩大 以及 耶和华神也喜悦 大卫王在他面前一切所行的 这其中也显示了 神也悦纳了 祭司和立位人 以及众百姓 在神面前的侍奉和敬拜 所以在第一段中 尤其是第二节 再一次突出表明了 大卫王真是和神心意的 他又是君王 又是祭司 是即将要临到世界的 弥赛亚的预表 关于经文当中所提到的 平安记的礼仪 大家可以参考 立位记七章 十一节到十四节 还有生命记二十七章 第七节 接着从第四节到第六节 就讲到大卫安排了 立位人在耶和华神面前服侍 在神面前的侍奉 就是在约会面前的侍奉 他们主要所做的 就是要颂扬 称谢 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我们看到被规定 被安排的侍奉 乃是音乐方面的侍奉 参加的人员中 为首的是亚萨 其次是撒加利亚 亚靴 士米拉默 耶歇 马塔提亚 以利亚 比拿亚 俄别以东 耶利 他们都古色弹琴 唯有亚萨敲薄 大发响声 另外经文也说 想既使比拿亚 和亚哈西 则藏在神的约会前 出一号 按照经文本身的交代 亚萨 乃是格顺族的立位人 大家可以参考 六章的 第39节到43节 在大卫时期 他乃是在神的面前 歌唱者的总长 后来 就连他的后裔 也历史历代 都掌管着 诗歌方面的侍奉 同时亚萨 也写了 不少首的诗篇 像历代至上 第25章 还有历代至下 第20章的14节 35章的第15节 还有诗篇 从73篇 一直到83篇 诗歌的开头 都点名 作者 乃是亚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2段 第7节到第36节 这一段讲到 就在将神的约会 安置于大卫 所达的临时的帐幕里的时候 大卫初次 借亚萨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称颂耶和华 这是第7节所讲的 那紧接着 从第8节 一直到36节 就是大卫的一篇诗篇 这是一篇 比较长的诗篇 但是 若是我们首读诗篇的话 就会发觉 实际上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篇诗 也出现在诗篇当中 因此 它被看为是 几篇诗歌的组合 比如 第8节到第22节 可以在诗篇 105篇 1到15节当中看见 而23节到33节 大家可以去看 96篇的第1节到第13节 另外 34节到36节 大家就可以去看 106篇的第1节 还有47节到48节 若是比对一下 经文十分的相似 但虽然相似 仍然还可以看出许多的不同 因此我们仍然相信 本章 所出现的这首诗歌 乃是完整的一篇诗 而且是亲自 出自于大卫的手 是神 在他将神的约会 迎进一路撒冷那一天 在生命和灵里 特别的领受 我们下面 就简单谈一下 这篇诗 由于 这篇诗的三个段落 也的确 可以在诗篇的内容当中 找到平行的内容 所以今天 我们就不分享的 那么详细 概括 总结一下 也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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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